你好,你好吗?你好,你好吧? 下面我们看一个重要的词汇 叫做 不是动,是脑洞 脑洞不是动,但它也是一种洞 叫做脑洞 让我们看一下脑洞怎样翻译 O,B应告诉我们 No results found for脑洞 好了 它的意思是对于脑洞这个单词的翻译 它找不到任何结果 那么我们请它找一些图片的结果 脑洞基本上是一些男性也有女性 脑洞 那么我们还是请Urban Dictionary 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脑洞 不带空格的脑洞 它的翻译是 There aren't any definition for now don't yet Yet Yet的意思是 Yet的意思是直到目前仍然没有 因此我们需要手工翻译它叫做 简称做Behold Bring hold Bring的意思就不要我说了 它是大脑的意思 它也可以表达很多其他的含义 但基本上它的含义是Bring 而hold的意思呢 我们待会再看 hold的意思就是动 就是脑袋上的一个动 你看当我们问hold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Bring告诉我们了 就是动的意思 那么Bring是什么意思呢 Bring是大脑的意思 Bring上面有一个hold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眼睛耳朵嘴巴都是hold 都是动 都是动动 那么在Bring上面有一个hold 就是脑洞的意思 如果我们请它Bring hold 也许它就可以给我们看到一些 有动动的大脑了 这就是脑洞的意思 好 脑洞大开是一个 很容易理解的词汇 虽然它的英文翻译暂时没有找到 但是我们加一个空格请它翻译 加两个空格请它翻译 它会不会翻译呢 那么我们只好请谷歌来帮我们定义一下脑洞的意思了 Define 我们在这里用大字体来看一下 请谷歌Define 脑洞 谷歌能不能给我们Define呢 What does脑洞打开 mean? Quarrel 原来在Quarrel里边我们是可以试着找一下的 Having Extraordinary Imagination Having Extraordinary Imagination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翻译 这是由于宁同学给我们做的翻译 他是说有 Having Extraordinary 超过正常水准的 Imagination 想象力 超过正常水准的想象力 并且 他也翻了Bringhole 他跟这叫英雄所见略同 It's from a saying 就是说 AGG Animation Comic and Game ACG 就是动画 漫画和游戏中的这个小圈圈里面 人们经常说 Too big brain hole to fix 太大的脑洞就没有办法去修了 Describe Extraordinary Imagination 就是一个同学的想象力超越了正常没有动的脑袋 就叫做脑洞大开 好 我们看到了脑洞大开的一些精彩翻译 You are so hot You are so cool 两个水龙头 一个对他说 热水龙头对冷水龙头说 You are so cool 你真酷 你真冷酷 冷水龙头对热水龙头说 You are so hot 你真温暖 你真热 这是一种 很好的解释 什么叫做脑洞大开 你咋不上天呢 Why don't you just fly 你为什么不飞上去呢 脑洞 can be simply defined as man 大开 means being widely opened 就是你的想象力 没有边界的 画的打开了 在你的脑袋里面 打开一个洞那样大的想象力 就是非常强烈的想象力 Being同学很遗憾的没有给我们翻译 Google同学很狡猾的把我们丢到了quarell.com这个网站上 而quarell.com上面有位同学叫做 Sheldon Jones同学 不仅有一位同学 还有很多位同学 给我们了Brain hole originate from brain filling 脑洞和脑补是有关系的 如果有脑洞的话需要脑补 那么什么叫做补呢 就是补品啊 就是补品 但是补品 现在我们想Brain同学应该知道什么是补品吧 补品是tonic supplement tonic food tonic 是有毒的啊 啊 tonic竟然没有毒 是补药 滋补品 汤沥水 滋补的 tonic 我不相信tonic是滋补的东西 我总觉得它是有毒的东西 tonic a slant term meaning to be hype, crazy or unbelievable 你看 Urban Dictionary给了我们更好的翻译 tonic通常是一种俗语 一种行话 它的意思是有点高了 有点高了 比如说Kevin同学对Will同学说 man, you'll say them score two touchdowns in the last four minutes of the game to touchdowns 是在美式足球,橄榄市足球里面 橄榄球里面打的时候 抓着球 触地 叫touchdown you'll say them score two touchdowns in the last four minutes 在最后四分钟 打到两个touchdown 打到两个触地 yeah, that was too tonic 那也太滋补了 tonic 因此呢 我们可以把脑洞翻译成bring hole and脑补翻译成bring tonic bring help bring hole可以简称be hole be代表bring 那么bring tonic 这个词绝对不是一个好词 通常我们管它叫做bring food 脑物 脑食物 这有点恐怖了 不是说吃脑的意思 而是说脑要吃的意思 bring hungry bring hungry 这个单词比较好 或者 hype 我们不要做这些中文式的英文翻译了 hype就是 指你有点高了 你脑补过分了 就是这个意思 好吧 我们看一下hype 它比tonic还要常见一些 hype when someone get excited about something 当一个人比较激动的时候 他非常激动 damn you have calmed down 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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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我没有发现了一个新的单词 honey 不是honey how me how me how me 是什么意思呢 originating from the word homeboy how me people will grow up with trusting them and having faith in them how me 就是中文家伙的意思 就是你从小跟他在一起玩的那个家伙 就是how me 而他honey 不是honey how me tastes very good 这才是分泌的意思 这才是那个异性的 how me 异性的那个玩伴 那个 发小 how me 是发小 how me 是闺蜜 ok 但是我们原来要看的单词是bring hole 脑洞 这个单词超越了英国人的理解能力和英语的那个与时俱进的能力 完全超越了英语与时俱进的能力 比如说在这里我们根本就找不到脑洞的翻译 B应就根本就没有办法给我们什么叫脑洞 这么简单的词英语竟然没有 可见汉语是一种强大的语言 汉语是很强大的 B应找不到翻译 Urban Dictionary 城里人的英语找不到翻译 而Google 很有礼貌的把我们 转到了 Quarrel Quarrel里面有几位同学告诉我们了 我们早已经知道 他是bring hole bring hole非常形象 让我们看一下 Quarrel里面有没有更精彩的 Landy Young同学 Leave in China 他就生活在中国 他用英语解释了脑洞 说 It means someone's ideas are very imaginative On euro Sometimes ridiculous 就是那个超越通常水准的搞笑 Ridiculous 好了我想关于脑洞这个单词 我们已经很全面的把它翻成英文了 它叫bring hole 简称behole behole Close your behole 关上你的脑洞吧 Close your behole Or fix your behole 关上你的脑洞吧 OK 现在 Let's close our bring hole behole Thanks for watching Thanks for listening 谢谢 收看 谢谢 观赏 谢谢 聆听 Thank you Anyway Bye Bye Bye